我們一眼執行45分鐘 好 謝謝 主席還有市長還有我們市府各舉處 各位主管 那現在時間是本席的質詢時間 那我想我們先首先 一起來關心最近真的是空污的問題 還有我們常常動不動就報導 新聞報導就是我們的空氣又止暴了 那常常就是希望民眾要注意 然後要去戴上口罩等等 你們的有一些比較容易感染的 比較容易過敏的民眾 他可能會不舒服 那先播影片 明日高雄空氣品質是又止又紅 幾乎所有的監測站都出現止暴情況 就連屏東台南地區也是一樣 由於整個南台灣都受到空污影響 教育局緊急通知各校要求減少課外活動 學生也只能躲在室內上體育課 那自己的狀態我們是在如果要求小朋友 在下個期間就不要到室外來運動 那你比較喜歡戶外還是戶內 想說戶外 為什麼 因為戶外什麼聲音 環保署也提醒中南部細權 懸浮微粒濃度偏高 敏感族群應該減少戶外劇烈活動 地方中心綜合報導 我想這是全民大家都關心的 因為每個人都要吸空氣 那首先我可能就是大概來稍微講解一下 因為可能除了環保局長會比較熟悉 其他的局處首長可能會比較就比較不了解 我們的空氣污染物裡面 一般它就是包含了種懸浮微粒 懸浮微粒以及我們俗稱的PN2.5是細懸浮微粒 然後流氧化物 氮氧化物 還有非甲烷 這個碳氢化物 一般就是分成這幾種 那現在就是說 每一個它的一個污染物 污染源 它有來自於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來源 那譬如我們的TSP 它可能它的主要的來源呢 就是有關於我們的這個 就是我們汽車如果行經經過 然後它的灰塵 這個是TSP 那PN2.5呢 它主要的來源呢 可能就是也是我們的車輛的行駛 或者鋼鐵的基本工業 鋼鐵還有大貨車 它開柴油車 它也會釋放PN2.5 然後還有火力發電 它也是 那 氧化物呢 流氧化物呢 它也主要的來源呢 是我們電力也是俗稱的火力發電 然後還有鋼鐵的基本業 然後還有鋼鐵的基本業 那還有氮氧化物等等 那這些我們就是 就是省略 那我們空氣污染物呢 它其實它都有一般的一個 檢測的一個標準 每個污染物它都有一個 不一樣的檢測標準 那這個都是屬於我們環保局的 相關的業務 那在這裡 本期之前有跟我們的環保局 去要一些數據 因為真的民眾常常都在抱怨 為什麼高雄的空氣這麼的差 那常常 如果家裡面有過敏源的這些小孩 那常常都會真的很不舒服 那大家也都會疑慮 空污這麼差 是不是容易引起肺癌 等等相關的疾病 那 本期有跟我們環保局要一些數據 是關於我們空污監測的 這些相關的數據 那 我在這裡有發現了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現在框出來的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都是六日 都是六日 那我們 因為這三條線 就是鳳山 大寮 林園 三個監測站的這個數據 那我們以 其中的一條線來看 你會注意看 每到禮拜六 禮拜天 它就是往上揚 幾乎就這個沒有 然後這個都是往上揚 六日 如果說照理講 六日一般來講 是工廠它會休息停工 應該 會是減少污染源的一個時間點 但是很不巧 每一次到六日 它的數據 它的線圖 它的線圖是往上揚的 是往上揚的 所以 這個部分等一下要請教我們環保局長 這個到底是什麼因素 為什麼會有這種的一個狀況 那 再來 到目前為止 我想要請環保局長 也稍微去傳述一下 我們的主要排放來源的這些對策 因為 我剛剛有講 我們空氣裡面的這些污染物 它其實都有它的主要的來源的一個 目標 那 其實有很多的管制是可以朝這些 這些目標 然後去追溯 看它是怎樣的 這些 或是工廠的 或者一般 其他的 類似各種各種的一個狀況 那 我想要了解說 包括我們 在台北 我們立法院也有開工廷會 現在的 空污總量管制 這樣子的方法到底是不是對的 如果說這個方法是對的 那為什麼 實施這一年來 其實在我們相關的 這個空氣污染方面的成效 其實是在高雄來講 好像沒有明顯的去呈現出來 所以 這都等一下是請我們的環保局長 然後來做一個解釋 再來 我剛剛講的 PN2.5 PN10 然後 SO2 NO2 這個污染物 我們環保局目前來講 都是尾外去做檢測 所以他的時間的間 間接的間斷的那個點 就是檢測的那個周期 其實是還蠻長的 醫護本席的了解還蠻長的 所以 並沒有很 等於說那個周期 並沒有辦法是 讓 就是說很快速的去呈現 我們現在的一個狀況 所以 可不可以 這個周期能夠縮短 檢測 檢測的周期能夠去縮短 在這裡這個 等一下是等本席全部都問完了 然後再一併來做回復 那 再來是有關於我們鳳山溪的污染的一個議題 那 也請播影片 變成藍色的怎麼回事呢 高雄的鳳山溪大致橋下有民眾發現 這溪水都變成了詭異的藍色 就像是台版的藍色多腦盒 但這根本就是污染物 因為噁心又濃稠 環保局追查發現了 是在鳳山一間洋育食品公司 排放有毒廢水 稽查人員打開溝蓋 要追查把鳳山溪變成藍色多腦盒的元凶 藍色濃稠的髒水不斷從雨水排放口湧出 就像打翻水彩筒 稽查人員採樣後 和警方一起進入這間洋育食品公司 廠方一開始否認說只有做食用膠囊 但稽查人員一下就發現異樣 燙的 這個原料藍色的半成品 還在運作的桶子是熱的 藍色顏料都滴出來了 原來公司的二樓藏了一個地下漆彈工廠 大量的藍色漆彈等著出貨 業者當場啞口無言 漆彈的子彈打出去就像這樣 鹽料會四處飛散 裡面的成分是可食用性油脂跟色素 但製成產生的大量髒水 業者卻偷偷地排進雨水溝 這間工廠在年初 就已經被勒令停止漆彈製成 卻還是偷偷在做 甚至把噁心的藍污水排進鳳山溪 毫無功德心 環保局也將從重開罰 記者國標先許金一高雄報導 我想在這裡我們環保局 也有對這一家業者開罰兩千萬 那它本身也觸犯了水污法 那也有它的刑事責任 那因為鳳山溪一直以來都是我們 鳳山市民然後很關心 因為真的這個鳳山溪的整治 已經歷經非常多年了 那可是一段時間就會又聽到 有不肖的業者 然後他又排放這些污染污染水源 那在這裡真的是 還是一樣希望說環保局 環保局真的在這個部分 真的要督促 然後要一直加強再加強 那大家都了解鳳山溪它其實 它有三個分流 一個是朝公新菌 一個是鳳山菌 一個是朝公舊菌 那目前來講是以鳳山菌 它的污染是最多的 最嚴重的 為什麼 因為它流經 鳥松大鳥鳳山 那那一代呢 它還有一個人美工業區 所以這因為如此呢 所以呢 就是常常會嚴重的污染 我們都是可以合理懷疑 是這些工業區裡面 有一些不肖的業者 那河川的污染指數 一般來講 它也有分成水中濃氧量 還有生化需氧量 還有懸浮固體 然後還有氨氮這幾種 那這些我們 都是大概了解就好了 那再來 目前我們環保局 就是在我們的鳳山菌區域的 一個採水跟檢測 是以大東橋跟富田橋 這兩個來做一個 主要的一個檢測點 那這從7月份 從7月份到10 到10月份 可以說 這兩個點所檢測出來的水源 都是呈現是重度污染的一個狀況 所以可以說 這 這個鳳山菌 一直都有被污染 一直都有在被污染 那在這裡 其實我知道我們環保局 其實你們也有把這個鳳山菌沿岸 它可能會製造污染物的這一些 所有的這個企業 然後或者可行的這些工廠 可能的工廠都有做一些列館 那總共大概有一百七十七家 那 營建工地呢 現在目前因為在沿岸 因為水岸城市 很多的建商也看好了 這個沿岸的一個 一個 那個房子 所以呢也都在這個 沿岸有在新建土木 那包括現在的營建工地有七十三家 那它的污染物是SS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社區的污水 下水道 因為有很多它還沒有辦法去用污水管 接我們地下污水管 所以呢 它有的部分的一個家戶 它還是有會排到這些鳳山西來 大概有三十七家 那主要的污染物會是BOD COD SS跟大腸桿菌 來就是醫院跟醫療機構有九家 它的污染物也是BOD COD SS跟大腸桿菌 來就皮革葉等等 還有金屬的處理業 電鍍業還有食品食品業 那目前我們只要去發現到 有污染源 這些鳳山西有被污染了 那或者河域有被污染了 我們現在的處理方式就是 接到民眾的舉報 三個小時內一定要到現場 到污染位置現場去做水質的採樣 那這些採樣來去做分析 那本期的意思的感覺就是說 其實我們這沿岸都已經有列管了 都已經了解說 有哪些公司有哪些製造業 它製造的這個成品 它所做的這些產品 它會衍生的污染源 污染物是什麼 其實都有掌握了 但是我們目前來鳳山西是每個月 它只是採水質一次 我一樣是同樣的 跟空污 我還是認為說 這樣子的一個週期 這樣的週期我真的覺得還是太少了 因為常常 常常都是等到大量污染的時候 眼睛很明確的看到 或者民眾去發現 然後才知道 它污染非常嚴重了 那所以在這裡 是不是 也有一些建議給我們的環保局 是不是再加長鳳山西沿岸水質抽檢的採集次數 還有這個範圍可不可以再擴大 我們要繁繁於未來 繁繁於未來 那在這部分 第一個是希望能夠 讓我們的這個次數能夠增加 然後範圍能夠增廣 第二呢 真的要加長排放口 然後溯源 溯源去採樣 就是往前去溯源 那第三就是建立沿岸七葉體 高風險污染物的資料庫 並針對其高風險污染物 建立快速的檢驗流程 這個是我剛剛講的 其實我們都可以去知道哪一些 哪一些業者他從事的是什麼的 生產什麼的製造業了 所以這個應該都很快速的能夠去 如果一有污染物去檢測出來裡面的物質是什麼 其實很容易就能夠往前去追溯 可能是哪幾個廠商 他可能去排放這樣子的 偷排放這樣子的一個污染物 那這個部分也是一樣等我等一下一起回覆 再來本期針對三滴管線 有一些等於說 希望說能夠Push我們市政府 能夠再做一些更進一步的一個深入 然後更正確的一個管線的一個圖資 我們高雄市在103年8月1號發生了有史以來很嚴重的一個氣爆 那這個氣爆也讓我們有不一樣的一個思維 然後呢要去正視問題解決問題 那我們因為這個氣爆 然後我們有更嚴謹的法規 然後呢對於消防救災設備呢也更加強了 然後呢我們也有一個開放式的公共管線的管理平台 但是呢這些都具備了但是還有一個很重要 但是很容易被忽略的那就是圖資 那本期一直到最近才知道 我們現在目前地下管線的所有的圖資都是屬於2D 都沒有3D 都沒有3D 所謂的2D 它的圖資就是只有到XY 它就是沒有Z 就是你不曉得這個埋設在地底下的管線 它的深度是多深 那這個很嚴重 因為呢它常常呢 會讓我們所有的這個要施工的管線單位 它會搞不清楚我們下面的管線 彼此之間它的距離 然後彼此之間他們的關係 那常常還是會 產生了很多的一個公安跟風險 那到目前為止 確實也發生了很多很多 類似因為這樣子 2D 3D搞不懂下面地下管線的一個交錯關係 而產生的一些公安 我在這裡舉例 這個 在其他這個也是有 經過報紙有報導過的 一個市民呢 他反映露面的排水不良 然後呢 他勘察之後呢 市府去勘察之後 然後是認為是雨水溝 雨色 那在施作淤色的時候呢 才發現了 這個雨水溝跟主排水溝落差太大 然後呢 那個溝板 溝板底部又損壞 然後導致污水回流 所以沒有辦法要去改變施工 然後變成要去修復溝板 然後呢 要修復溝板的時候呢 又發現了 他的旁邊有一個污水管線埋設 但是這個污水管線埋設 它的深度不足 所以跟勾板又勾牆又疊合了 那疊合了 是不是又要改變這個施工的方式 然後呢 又在改變施工方式之前 要先更改污水管線的位置 那更改 更改污水管線的時候呢 在施作的時候 又發現他跟電力管線疊合 你懂我意思嗎 然後呢 又必須要先 遷移電力管線 那 在遷移電力管線 然後呢 在 呃 的作業的時候 然後又碰到呢 這個 呃 連續壁 又產生了一些 呃 呃 問題 所以呢 這前前後後 在所有的一個施工過程當中 總共為了一開始 因為 它的 路面排水不良 然後呢 要去做改善 所謂衍生在地下 一連串 一連串 所發生的 一連串的 這樣的循環的問題 所以 為了 為了改善這個水 這個 這個路面的排水 然後呢 總共 耗盡了四個月 才做 才做完 因為就像我剛剛 講的 一開挖才 連環爆 連環爆 這個不行 那個碰觸 然後所以一直做修正 做修正 一直 到了四個月 才完成 再來就是 這是在 東四鄉的自來水公司 他也是要開挖路面 然後賣色管線的時候 他要埋設地方管線 然後呢 一開始 他是說中華電信呢 去勘查的時候 中華電信的這個景鄉 是發生在 是在十公尺之外 然後 一開挖 然後 中華電信的管鄉呢 就爆炸 然後導致了 一個老婦人 然後不治死亡 我想 等等 這些都是因為 沒有很正確的一個圖資 跟不了解 在管線下面 他到底 他的距離 是 是相隔多元 然後 他的一個方式是怎樣的 所以 這個 就是我們現在 目前來講 我們會發現 現在的一個 管線的一個 狀況呢 第一 管線資料不正確 第二 圖資系統 無法清楚的描述 第三 圖資 涉及相關 單位的隱私 然後 因此呢 不容易呢 橫向的調閱 然後 維修或 繞道之後的 最新的管線狀態 未必會即時更新 再來 就是管線 使用不同的軟體 建立圖資 而且都是2D格式 不亦判讀 那 2D跟3D有什麼差別 這個就是2D 現在我們畫面 所看的就是2D 所以他的管線的一個圖資 他呈現都是一條線 然後上面 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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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子而已 所以他根本 你搞 你感覺不出來 你也搞不懂 你搞不懂 他在地價的呈現的方式 是怎麼樣 3D是怎麼樣 來3D的 3D的他就是有XYZ 有沒有 他能夠清楚的去給你標示說 這個管線下面是怎麼樣的 然後呢 這個管鏡跟管鏡之間 他到底是疊合 是上下疊合 還是穿越 還是穿越 然後呢 他能夠還是交錯 這些都能夠很明確的去顯現出來 他的一個差異性 所以 在這裡本席希望說 我們的公務局 這個應該會是屬於公務局的一個業務 那我們不怕 不怕慢做 我們只怕都不做 這正確的一個圖資 在這裡本席真的很希望說 能夠盡快去啟動 怎麼去讓更精確的一個圖資 2D變成3D 然後呢 讓以後的所有的這些管線單位也好 或者需要施工 需要開挖路面的所有的這些工程單位 都能夠有一個正確的一個圖資參考 那 我們的3D 完整的3D管線的管理概念 就是 我們要制定管線的安全管理 然後建構統一通報系統 以及管線3D的資訊系統 再來 就是強化地下管線圖資 它的減負管理 再來就是 加強地下管線建設的管理 來就是 才能夠有效的管理 來預防災害 才能夠風險控管 在這裡 因為3D管線的一個 的一個重要性 因為它很重要 但是呢 它常常是被忽略了 因為它是必須歷經長久 長久的建構 它才能夠慢慢的 有一個 比較正確 然後 可以是 效率好的一個圖資 那 我在這裡 再舉一個例 因為 在3D 我為什麼會一直覺得它很重要 因為 包括 我們 之前 常常包括我們的那個 管線 其實有很多 會讓我們 誤判的是什麼 誤判的就是 穿越的 因為穿越 在我們的2D圖資裡面 它是 兩條線 它會給你弄在一起 跟你講說 這裡下面就是這兩條線 但是呢 因為 穿越的東西 它沒有辦法顯示出來 所以 所以 常常造成 我知道 在我們 很多的工程上的一個 誤判 以為它是 重疊的 或者是 它是有一定距離的 然後常常挖 挖段管線 電力線等等 這次 我們之前 在所有的 食物上 常常會碰到的問題 所以 在這裡 3D管線 它可以有很明確的一個 減合 可以 我一直強調的 穿越重疊 然後起點 跟終點 它到底是怎麼呈現 它 起點跟終點 不可能是一直線 它可能它也可以呈現出來說 如果這當中 它是 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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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也一樣可以呈現的出來 然後也能夠去分析它的合理性 我想 這個是我們 公務單位 應該是 應該要是 盡快能夠 刻不容緩 要去進行的一個 一個 一個業務 那 我們希望說 3D管線的建制 跟必要性的一個建議 在3D管線的建制 它短期 它可以 建立我們高雄3D 的管線圖資 然後能夠提供 完善管理的 管線的管理 及決策 然後在災害範圍內 能夠真實的呈現 並且 事實的反應管線的位置 然後跟狀態 所以 可以提供我們 救災單位 即時的分析 然後影響範圍 然後長期的成效呢 可以建立 智慧城市 然後 的一個基礎建設 空間場景 提供未來 整體都市規劃 管理以及決策 再來 提供我們 符合城市 空間各項設施 的直覺操作 並多元化 各項基礎 的一個基礎建設的 整體納入 好 再來就是 有關於高齡化的議題 可能 可能時間的問題 我這裡可能會講的 比較快 因為 還要留時間 給我們市府 單位去回應 那 我想 長照 長照2.0 這個是我們 蔡英文總統 一直 一直 只准成功 不准失敗的 一個政策 那 那 高雄也是 進入了老人化的 一個社會 那 那 在這裡 我們大概 大概的 描述一下 就好了 因為 我們有去 要一些數據 然後也很明確的 去 能夠看得出來 其實 我們 真的高雄也是 一個 高齡化的 一個社會了 那 再來下一張 那 現在的 長照呢 長照 現在在 試辦 然後 接著就是要進入 正式的一個 啟動 那 長照目前 其實有很多的 公聽會 也都有去 做一些 討論 那 討論 我們會發現說 其實我們現在 長照的環境 它其實 還存在了很多的一個 隱憂 然後 我們的能力 雖然我們 一直有做培訓 但是培訓完 到 我們的 職場去工作的 比例 真的 到目前為止 以本席的了解 是不到三成 那 所以 以這樣子的一個 數據來講 台灣的一個 長照的照顧能力 它其實是 還是不足的 然後 現在是要仰賴 外籍的看護 那外籍的看護 其實 國外也是需要 包括日本等等 其他先進國家 所以大家也都在搶人 那 外籍它其實也有 在公聽會 也有去 大家有去討論到 這外籍語言也不通 所以常常被照顧者 他跟這個 外籍看護員 他真的也沒有辦法溝通 然後 有很多的一些 資訊的一個交代 醫療的一個 的一個提醒 他 常常也沒有辦法 適時的去 呈現出來 跟 去做這樣子的一個 照護 所以 這樣也是 有很大的問題 然後再來就是 為什麼 剛剛講 照護員 有做了那麼多的培訓 但是 很多人還是 培訓完 不願意進入到這個職場 一方面 他們認為 他也沒有受到 這個尊重 那第二 薪資的一個結構 其實是偏低的 對於這些 長照護員 照護員來講 他其實 他的意願就會降低了 那 這些等等 都是我們台灣 現在目前 遇到的一個問題 那 一個照護員 一個小時 現在平均是 120到250 那我們 到家裡面 去清掃的這些 家事員 他是350起跳 以目前的市場的行情 所以 這樣子的一個 比例之下 所以照護員 他的意願真的是 低又低了 所以 怎樣去 改善這樣子的一個 現在的這個狀態 其實是我們政府 刻不容緩 一定要去做改變的 如果沒有改變 我們還是一直會 惡性循環下去 那 現在 日本 日本他也發 他們也有 因為他們的起步 比我們長 在長照的這個區塊 他們 因為他們的老人化 的一個 其實點 也比我們長 所以他們現在 發展也比我們長 所以 他們目前 也遇到相同的問題 這些問題 都是以後 我們台灣可能 跟著也是會 發現的問題 那現在 他們日本有個 介護 一個名稱叫做 介護離職 這個介護離職 是什麼 他介護離職 其實就是因為他們 也找不到照護員 來照顧他們的雙親 那 後來 沒有辦法 找不到照護員 怎麼辦 怎麼辦 就是自己來嘛 那自己來 有很多 他其實都已經到了 中高階的 他在他的職場上 其實都表現非常的優異 所以都已經到 中高階的主管 但是為了要照顧自己的雙親 他還是必須要離職 來照顧雙親 這個就是在 日本現在 目前就已經 發現的問題了 所以 日本 我們去調資料 日本他也其實 也面臨人口危機 他們老人 越來 這個是 藍色的部分 是他們的 預估的 這個 總人口 總人口的人數 然後 粉紅色的部分 是他們老人的人 的人數 老人化的人數 所以你就會明顯的感覺 他們老人的趨勢 真的也是非常的快 那一般來講 我們都希望老人是 老了之後 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會老嘛 你我 大家都一定 都必須要 歷經這個過程 那我們都希望 我們能夠 老的時候是一個 身體健康 心理健康 社會健康 的一個狀態 這個是最好的 那 這個部分 這部分 也是其實要靠了很多 很多外在的一個 一個助力 包括我說的社會健康 其實讓老人家 在社區裡面 公園裡面 唱歌跳舞 這些都能夠 延緩他老化 那 這個部分 其實我想要 等一下也請我們的 公務局局長 能夠回覆一下 因為 我知道 因為我們 一直都針對公園 希望能夠 能夠 能夠讓他 盡量能夠 穿透性 然後能夠 更開放的模式 然後 可是呢 一般來講 公園這個地方 如果是老人家 能夠在這裡 然後去 有一個 康樂的一個 一個活動 然後 他的興趣 我覺得這個 都是 都是可以思考的 不見得公園 就是不可以開放 讓這些老人家 在那裡唱歌跳舞 那 這個部分 也是 我一直都認為 這個部分 可以用更 更 更 open 的一個做法 然後去 去讓社區的民眾 能夠在這裡面 然後去展開他的一個 社會關係的一個 一個 一個 一個接觸 那 再來 其實有很多的國家 他 先進國家 他都有針對 長照這裡 在做一些 不一樣的一些研究 包括歐盟 美國 日本 那歐盟他們 目前也有 針對 長照是關於 疾病預防的部分 的一個臨床的研究 這些 然後 美國呢 他是針對 糖尿病 針對糖尿病患者 然後遠距離 就是說你不 就是 我提供你 我提供你這些 電腦設備 然後 還有一些相關的檢驗 的設施 然後遠距離的去監控 然後 去做紀錄 然後去觀察 這些 這些都是長照的一環 那 包括日本 他是 推出 那個 看護精靈的一個服務 我想 這些每一個國家 都很重視這個老化 然後以後的一個 看護照顧的一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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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業務 那 在這裡本期 要 再一次強調是 長照科技化 那 剛剛有講 因為能力的不足 除了 剛剛 不受尊重 照護員覺得 不受到尊重 心資低 然後 其實還有 因為他常常 如果他在照顧的過程當中 要去要翻 翻動這些老人家 他可能四肢 沒辦法方多 常常要 要搬來搬去的 要 要幫他 洗 洗背部啊 或幹嘛之類的 那 其實 現在有很多 他是可以借助 科技的一個 輔具 用具 包括機器人 機器人 就可以幫這個 老人家 扶起來 然後他就可以幫他 擦背 幫他整理身體 那 這些 等等 其實現在 也很多 國外都有在做 業界有做這方面的 一個 發明 然後 也變成 一個 產業 那 在台灣來講 其實 台灣 有很好的一個優勢 然後 ITC的一個優勢 因為 台灣 我們現在是 通訊跟網路產業的一個 可以說是 數一數二的 的一個 生產重鎮 我們目前有 六百萬戶的 寬屏用戶 那我們有一個 完整的資訊產業 跟開放式的一個 數位的政府 這些都是我們 台灣目前的一個優勢 那 在這裡就 怎麼樣去 借助台灣自己的一個優勢 然後呢 進而 跟我們殘兆的 相關的一個產業 再去做 連結合作 然後去推動發展 然後 輔導 那 那 因為呢 我們之前 跟社會局 去做 這個 觀摩的時候 我們才發現 其實 有很多老人家 他需要的 其實 一個碗 他的生活輔具 到目前來講 在台灣買都很貴 因為台灣自己 這裡沒有一個量產 都是要從國外去買 所以都是 都是國外產的 都是外來品 所以都很貴 那 其實 有很多的一個科技的一個 生活化的一個 輔具用具 用在這些 需要被照顧人的 身上 那 其實 他增加了 這些被照顧人 他的 生活的品質 跟他的尊嚴 他也降低了 照顧人 他的壓力跟包袱 我想 這些科技化的一個 生活輔具用品的一個導入 是我們現在政府也必須一起 客部融環要一起去合作 跟要 跟推動的 要輔導的 我想 包括 如果他是一個長期 躺在 病床上 躺在床上 然後他久久才起一次早 如果說人力要去把他搬 這個被照顧人 然後去洗澡 是一個很吃力的 但是現在也有那一種 科技化 他是可以洗澡機 他有一種洗澡機 那洗澡機 他 他可以打 打開 領域 然後你把他弄進去 他自動會有泡沫 自動就幫你清洗到好 現在有發展到這種模式 那 我們講的 玩 老人家他可能手不方便 他的玩 會有彎 彎一邊的 那 我們 姚宇敬 局長 就一直點頭 因為我們一起去看 然後 他就是可以符合 老人家他在使用的一個方式 他不需要借助其他人的幫助 才能夠去吃這一碗飯 這個也是提高他的一個尊嚴 被照顧者的尊嚴 我想 這種種其實有很多可以導入的 這些產品科技 這個都是我們的一個商機 跟我們可以看得到的一個產業 但是是我們有沒有心要朝這一方面去 輔導推動 然後給這些業者 然後呢 一些好的優惠 然後請他們去做開發生產 我真的覺得這個是要 產業跟長照的推動 一定是要連結在一起 他的未來才能夠正常的運行 然後再來 因為時間的問題 我想在這裡也是等一下請我們的 衛生局跟我們的 經發局也能夠回應一下 好 最後給我問水利局 這個是老問題 也是一個很小的問題 但是縮小又 又真的是無法解決的問題 這是 本期在102年12月5號 那時候民眾陳情 在鳳山區西民街排水設施 他不良 然後呢 他是逢雨就淹水了 那時候就是有 請我們水利局的去看 那後來水利局說他要新做 要新做這個 這個這個 那個勾舉 那新做勾舉 因為他有經過 經過那個是 那個路是民 是 是私人的土地 那私人土地 那裡剛好有一棟大樓 那是大樓 經過那個大樓 那 那時候是說 我們的相關規定 一定要大樓全體住戶 都要簽同義書 一個都不能少 一個都不能少 可是 就剛好 就有一戶 是完全沒有人住 也找不到人 也聯絡不上 已經聯絡了兩年 要三年了 還是聯絡不上 可是就因為卡在這一個 這一戶完全 失聯的 失聯啊 不是失聯 失聯的這個住戶 完全卡住了 所以在這裡 我想要請 那個水利局 能夠等一下回應一下 一定非得用新做的思維嗎 如果他 他我們是用 另外一種思維 變成說 我們去做改善 而不是新做 你說你們的 相關的規定是新做 一定要全體住戶 那如果我們用 用另外一種思維 是用改善的 並不是重做 不是新做 而是維修 維護 那是不是就能夠幫你們解套 我想這個 在那裡的新民路的民眾 已經痛苦很久了 因為逢小雨必淹 不是大雨喔 小雨就淹了 在這裡也請我們水利局 也回應一下 以上就是有關於 包括環保局 包括我們公務局 包括金發局 衛生局 水利局 都能夠回應一下 謝謝 那水利局 請答案 謝謝主席 謝謝陳議員 那這個新民街的 這個排水設施 我知道到目前的 那個進度是 還需要兩筆土地的 一個土地使用同意 那這是 目前的一個 繼承道路上面的 一個私有土地 那議員剛剛提到的 一個方案是說 用現有的水溝 再去做改善 那這個部分 我們也曾經在一些 市區裡面的案例 也發生了一些 訴訟的狀況 那這個部分 我們還是要跟議員 報告就是我們 在積極去協調 那其實這個工程 大概經費是 一百七十萬左右 我們之前就已經有 編列想要去試做 那我們也把它 列為優先的 一個試做的 一個地區 那今年度 那現在明年度 我們會開始 在積極的跟 那個地方上面 取得這個 土地使用 來 一次答覆 衛生機 然後 人家環保機 一次答覆 你先走 好 謝謝主席 謝謝陳議員的關心 那對於造福委員的人力的部分 跟後來的 陳議員提到的ITC的這個部分 其實我想 基本上應該是 陳議員談到的發展方向 確實是沒有錯 就是說透過我們 對ITC的導入 那使得我們的造福品質 能夠提升 那對於人力的節省 那這部分其實 目前 我們目前對於長照機構 或是相關的一些協助的部分 其實開始出現 就是說因為這些目前不是 規範裡面說要求的 那當然我們不是說 你不能去要求 那一定要這樣做 但是我們可以反一個方向 就是說 因為一個是鼓勵的 那包括說 兩個鼓勵的方向 一個是說跟產業界的結合 那一個部分是說 當這個造物機構 有這樣子的提供 這樣服務的時候 我們應該在網頁上面 就是告訴大家說 這是好的 鼓勵一個風氣 那另外在造物委員部分 其實 那是一個很多層面的問題 但是有一個層面 是大家比較少提到就是說 我們目前的醫療照顧 不是屬於 全程全能的照顧 那所以 Total Care缺乏的情況下 就變成說 所有的照護員 很容易的就是 跑到醫療體系裡面去照顧 那這部分其實 另外我們在發展就是一種 完全Total Care的一個病房的照顧 那從這部分 然後再這樣說 我們照護員的薪資真的是過低 而且那個勞動的部分 那這就牽涉到剛剛講的 議員講到那些 包括ITC的引入的部分 從生理的監測一直到整個 我們的那個 機器人的一個協助使用的部分 其實這整個配套一起來的時候 那個才會有辦法 對於我們目前的造物品的提升 那我想這部分大概就剛剛講的幾個大的方向 我們衛生局會去做一個努力就是說 就要規劃 這個在目前長照2.0的時候 他並不是規劃到這個層面 但是確實是一個對於落實 讓長照2.0成功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關鍵 那我想謝謝議員的提出 那我們會去做一個努力 好 謝謝 謝謝主席 謝謝陳議員 那剛剛議員提了很多的這個意見 第一個有關於禮拜六禮拜天 相關的這個空污有沒有 濃度比較高的問題 這部分我們會 經由統計上面來做一個檢定 相關的那個檢定的部分 有沒有它的明顯度 明顯度有沒有這樣的情況 那以及按照整個一個 這些監測站的一個地域性的一個分佈的情形 再來看看有沒有可能這個污染源 還有它的一個成因 整個一個衍生的狀況 來做一個綜合性的一個評估 這個部分才能夠去確定說 禮拜六禮拜天有沒有類似的這樣的一個趨勢 我想這個部分感謝議員的提醒 第二部分是有關於污染源的這個相關的房子的措施 其實我們高雄市有非常多的這些空污的一個減量 或者是防治的部分 那我想幾個比較大的像VOC的一個這些的家園標準 中間的標準目前洩漏是1萬ppm 我們現在改成的是2000 這個就是減少剛剛議員所提到的MHC 這樣的一個濃度 另外電力業的家園標準 我們一百空幾年就做了 環保署一直到今年的12月1號 整個全國才追上我們的進度 所以這些以及就像二行程機車的汰換 這也是我們重要的政策 柴油車的一個加裝濾煙器 那或者是說我們做一些藍檢 這些都比較大項的一個部分 那這些都是整體是做整個一個空污的減量的一個情形 那第三個提到的也關於總量管制 總量管制說有什麼稿子都不好 我想跟議員報告一下 總量管制它第一階段有三年的期間 從去年的7月1號到今年的6月30 是一個認可的階段 真正減量是從今年的7月1號開始到107年的6月30 要減量5% 所以它現在其實真正減量的一個 一個目前正在做而已 目前正在做而已 那那個去年的一年到今年6月30號 是正在做認可的階段 那至於說另外一個環團都會提到說 總量管制可能會是一個災難性的一個計畫 我想這個部分是對於整個計畫是不清楚 真正可以做差額交易的部分是 它減量之後 這些業者減量之後 減了5%以外的量才能做差額交易 跟他們所提到的現在的認可 減掉實際量 這個量可以做差額交易 這是完全是不一樣的 完全是不一樣的 所以這個是對於計畫上他們不清楚 或者是他也不想去了解 所造成的一個誤解 這個部分跟議員做個報告 另外鳳山西也提到很多 其實鳳山西包含事業廢水 跟家庭廢水 事業廢水我們環保局 其實一直在進行這些查核 剛剛議員看到的 就是播出來的這個漆彈 我們履次了查 那最後今年的11月16號 我們其實跟地檢署是我們報請地檢署來 來一起來依照刑事責任來抓他的 最後這個負責人也收押了 所以整個一個這個漆彈這個場所造成的這個影響 那或許我們還會再持續觀察 那現在我們在查核 它完全都是停工 全部都是停工的狀況 那我們還會再持續來追蹤 那另外其他的一個有關於像 監測站的增加等等的這個 跟議員報告鳳山西過去是嚴重污染 現在變成是中度的污染 那當然這個部分不是說 中度污染就很致滿 我們還是會持續的再加強這個水質的一個查核 那監測站的部分是要做為一整年 河川的一個整個一個水質狀況 水質狀況的情形 現在有四天 現在有四天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還會再繼續來評估 有沒有這個必要性再做一個增加 那另外的就是說 其實最重要的是抓偷牌 我們現在有八組人 一直在我們相關的這個溪流包24小時 都在那裡抓 所以偷牌是最重要我們要去查核的 那其他不好意思 其他如果有一些我沒有講到的 我們再用書面來跟議員做一個說明 好 還有什麼 工務局 來工務局 好 謝謝 好 謝謝 好 市長 市長 其餘 那關心就是公共管線 3D立體化 要建置更詳細的資料 其實 我們那裡這幾年 104 我們就針對我們那個 那麥拉德的這個客戶 我們來做一個 3D立體化的示範計畫 當然就是我們如果今年我們要配合 我們營建宿 年政府營建宿 它有一個 智慧國土的 105年到109年的5年計畫 這個隔離主要 我們是要把公共管線 建立更詳細的資料 當然是我們要求 要求我們的管線單位 他每年要分區 提供這些更詳細的資料 來給我們建立3D立體化 如果說他迷你以後 我們有兩個優先 第一個優先就是我們要把我們的優供 把我們的天然氣管 優先來建立3D立體化 另外一個優先就是 我們新興的地區 譬如說我們中的區 我們在開發的規定當中 當然我們的民生管線 其他管線都會埋設 所以這些資料也都要3D立體化 醫生 謝謝陳議員 那個有關於長照產業裡面 要導入智慧輔具這件事情 那個是一定要做的事情 其實我們也開始跟一些學校聯繫 那我想說 在長照產業這推動的過程裡面 能夠把智慧輔具一併帶動起來 謝謝 好 知情完畢 下午3點繼續開位 謝謝 謝謝 那些細節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